中国拿下52亿大单。 这国献上大油田和万亿级项目,贵求中国资助。 奈及利亚,地处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西非东南部,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六大石油出口国。 但是,国内早已老化的炼油设备和紧缺的资金,不足以支撑这个原油出口国的正常生产,于是这个国家双手奉上石油,请求中国资助。 结果,中国花8.4亿美元打开了一个万亿级油气市场。 深陷腐败门和汽油荒,中石油赤巨资解救奈及利亚。 世界上有许多贫穷的产油大国,拥有储量惊人的原油,但由于国内制度问题和监管不足,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前有巴西石油公司贪污事件,后有奈及利亚跨国石油会录案。 于是,本应该靠石油资源大赚一笔的奈及利亚国内由于资金不足,炼油厂老旧,导致国内几度产生汽油荒。 第一要务当然是尽快进行基建,这时候怎么能少得了中国身影。 2018年4月,中石油旗下中油工程公司发布公告,中油工程下属子公司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管道局,与奈及利亚Ratex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奈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正式签订了一项天然气管道修筑合同。 这一合同总额高达12202亿美元,其中管道局承担合同额8.4亿美元,约合52.8亿元人民币。 这项AC天然气管道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奈及利亚南部汽原地与北部用汽单位的唯一大动脉。 这一笔大订单来之不易,管道局从2013年开始就在跟踪这一项目,历经五年才敲定。 这一方面显示奈及利亚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油企加速打入全球主要油气生产国核心市场的决心。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却没有拥有与脂匹配的原油市场化语权,当前利用贷款换油或者投资基建的方式,进入原油生产国市场的却是个不错的方法。 无数奈及利亚涌来。中石油海外扩张变倒加速。 中石油近几年的却在加紧全球扩张,利球早日在国际原油市场争夺话语权,不至于被人牵住鼻子走,一不小心就被石油提价给坑去巨款。 今年4月,中石油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就确定了要推进加码海外建设,提升全球化运营管理能力。 全球油气格局处于变化之中,的原政治也面临调整,中石油抓住机会,利用投资和基建构建泛亚油气管网,连接主要的原油生产国。 在过去20多年时间中,中石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累计投资已经超过800亿美元,并建立了三大油气合作区,四大油气战略通道的全产业链合作格局。 中石油的投资意义不仅于此,随着奈及利亚与中国在原油合作的推进,奈及利亚也成为中国在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 中石油在奈及利亚的投资不仅可以获得不菲的回报,还将以奈及利亚为窗口,进入整个中西非。 中石油在奈及利亚的8.5亿美元投资,相当值得。